公主 大吐不说话的时候 也还挺温柔的 这么喜欢看我 你可以国民正大来看啊 谁看你 我女朋友啊 你还会害羞啊 关女婿 陆十一 我有封信要给你 明天下午四点 我会在校门口等你的回复 那我先走了 等一下 不好意思啊 我有女朋友了 不好意思 那我先走了 再见 不是 我不是 看来还是这个办法奏效 以后如果再让人找我表白的话 我自己把你推出去就行了 我看你就是想闹得人尽皆知 对 我就是想闹得人尽皆知 好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名花有主了 以后那些什么细草啊 校草啊 都自动理你远远的 你不赖 看书我 去哪儿 嗯 知识 打准 Patch 我不打了 那我要帮夏局查论文的答辩资料 自己先打吧 我一青年啊你 至于吗 这个帖子说的是你跟夏宝局吧 什么帖子啊 我给你发回去 这帖子评论和点赞还挺多的 热度可以啊 估计要不了半天 整个江大都转给夏宝局谈恋爱了 小林 我回来了 回来了 小军 恭喜你 恭喜你在毕业之前谈了一场校园黄昏恋 你前两天不是还态度坚决地说 绝对不谈校园黄昏恋吗 这两天怎么就跟六十一在一起了 这中间肯定有什么金钱大转转 你快来跟我说说 我写到小说里去 我写到小说里去 你怎么知道我 六十一在一起了 校园网上都传开了呀 我就是想闹的人进戒指 肯定是大图说的 你快让我看看 这网上怎么漏洞了 你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我刷新 她 她看好了 再刷新一下 刷新刷新 怎么了 校园网上的帖子是不是你发的 你等我一下 我接个电话 喂 程老 我刚刚去宿舍找你是想问你 关于校园网帖子的事情 你能不能帮我 陆十一 你真的很讨厌你知不知道 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的想法 我怎么了 你为什么要在校园网上发帖子 说我们在一起了 你听我说 不告诉你 就算你告诉所有人我们在一起 那也是假的 假的就是假的 我不可能会喜欢你死了这条心吧 你再说一遍 我说 假的就是假的 我不可能会喜欢你 说吧 姐妹们 快快快快 什么 东西 这是谁给你寄的呀 你也没吃你 来 这家黄蝉 小薰会怎么吃 我不吃 妈 吃一个巧克力 给 不吃 怎么了 你不喜欢吃巧克力吗 也是 十一给你买那么多零食 你当然也看不上我这巧克力喽 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提辱十一 十一 你那任性的小女偶 今天怎么没来啊 闭嘴 继续继续 继续继续 这个不放过你啊 我走 怎么回来啊 小龙龙 龚俊 我这里有个乐队演出的火 你接不接 不接不接 没进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通过来 我觉得十一不会做出这种事情吧 你不能因为没看到帖子 你就跟他吵啊 我牵耳听见 他跟程老说帖子的事情 说 说什么了 他 看嘛 你又说不出来 你为什么现在一提到十一 你就那么冲动呢 你都不知道他这个人有多讨厌 这帖子为什么找不见了呀 什么帖子 老子没有女朋友 怎么了 你们两个到底怎么回事啊 田晓的 他在帮我成亲呢 你们两个 这是 洗洗睡了 我已经跟那个发帖子的女生联系过了 她已经同意把帖子删除 我刚才把帖子删了 你不用告诉我了 你直接去和小居说吧 你又跟小居吵架了 我不是让你别欺负他吗 你让着他点 怎么说他也是个女孩 我欺负他 你不知道他是怎么冤枉我的 他什么都不知道 就跑过来向我兴师问罪 我在他心里根本就是一个坏人 他这不是误会了吗 多大点事 你去解释解释啊 陆俊 陆时宜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 大气点 行不行 你俩才刚好上 就因为这点事就要分手吗 时宜 你不是说你很喜欢小居吗 就不能为他低下头啊 算了 我帮你跟他解释一下吧 那个帖子什么也没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俩反应这么大 不用了 我自己去跟他解释吧 对了 你再帮我删一下 我昨天发的条帖子啊 你又乱发什么了 我告诉你 就算你告诉所有人我们在一起 那也是假的 假的就是假的 我不可能会喜欢你死了这条心吧 你再说一遍 我是不是说的太过分了呀 什么 跟我来 干嘛呀 我还要回去看书呢 我还要回去看书呢 校园网上的帖子 是那天在图书馆给我递情书的那个女孩发的 我当时看到我就知道你肯定会生气 所以我才请常长帮忙删帖 现在我来给你总结一下重点 第一 帖子不是我发的 第二 我和你假扮情侣这件事情 我并没有想闹得人尽皆知 好让你骑虎难下 好让你骑虎难下 第二 第三 我没有不尊重你的想法 我只是想给咱们两个一个机会 但你如果不愿意接受的话 好 我放弃 放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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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错怪你了 你走进我的视线 温暖的就像晴天 又想留住时间 我没成了那么好 这一刻我才发现 但我也没那么坏啊 那两个世界 你走进我的视线 对不起 只剩下我怀念 谁也曾渴望 用灵魂交换 对不起 我不应该那么冲动呢 却只能隔天 一望之间 被起行囊 跟我说对不起管什么用啊 昨天晚上我气得我都睡不着觉 我都失眠了 你打算怎么补偿我 你想要什么补偿吗 你想要什么补偿吗 我怕我说了你不同意怎么办 你只要不提那些过分的要求 我都答应你 真的 真的 那你跟我约会吧 我真是信了你的邪了我 夏小菊 你别不认账啊 你看看你的脸都要笑蜡了 哎呀 咱们今天中吃什么 十一又在提醒你约会的事啊 一天提醒八百多次 我觉得十一这个人挺好的 说不定你跟他多约会几次 你就能够发现他身上不一样的地方 我跟他约会太尴尬了 我在想 你放心 跟我约会绝对不会让你尴尬的 你一直跟着我们呀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不要把我想的那么坏 我看起来那么像变态吗 你看看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谁不要去食堂吃饭 对吧 我只是刚好路过去吃饭 碰到你们而已 不过呢 既然碰巧遇见了 我请你们吃饭 走吧 走吧 我不去 走吧 哎呀 涛涛你 涛涛 你打包居然不见我一起 你 他刚刚跟我说他在线等我 所以我得先回警示了 我就说你最近不对劲吧 老是一个人偷偷地发消息 还经常一个人傻笑 说 那个男生是谁啊 打算什么时候带出来我们认识一下 保密 那我先走了 我们慢慢吃 拜拜 来 傻站着干嘛呢 吃饭去啊 走吧 赶紧吃完赶紧走 好 十一 小局 这儿 走吧 走吧 来 林药 你多吃点 我不能再吃了 我已经胖了很多了 胖 谁说你胖 你哪儿胖了 都瘦成这样了 多吃点 真的吗 好吧 小局 嗯 你也不胖 多吃一点啊 嗯 吃一口吗 啊 啊 啊 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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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够 嗯 哎对了小局 我们约会的事情 什么时候安排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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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去哪里约会啊 我还没想好 我们要好就能约会了 你想去啊 我今天晚上正好没事 想去哪儿 不如我们去夜市吧 我听说这两天那边很热闹 行啊 小局要不要一起 嗯 我打算和小局单独去 好啊 我们一起去啊 一起 好什么好啊 我又没有同意 我答应跟你约会 又没有答应跟你单独约会 你 去不去 不去拉倒 去啊 为什么不去 去 嗯 下一档 吃一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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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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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乖啊 嗯 嗯 嗯 小局 嗯 夜市真的太好玩了 我们下次再一起去吧 嗯 嗯 好啊 嗯 哎 林柔 你说 是不是因为我平时很少拍照 嗯 小景山看得有点傻 嗯 不傻呀 我觉得挺可爱的 是吗 嗯 你倒是挺可爱的 你干嘛 你不想跟我一起走 人家程老还想跟林柔二人世界呢 咱俩就别当电脑炮了啊 走 那你有病啊 走 你来选一张 嗯 嗯 这张吧 这张你要好好保管 以后如果有女生跟你表白 你就把这张照片拿给他们看 我一定好好保存 看不出来啊 居然喜欢这个 我才不喜欢呢 谁让你给我买的 哼 不喜欢盯着看了这么久 还挺可爱 喜欢吗 喜欢送给你 那你就挑一张 只能挑一张 好 直接走自己走 十一 嗯 谢谢你啊 其实 我不是真的喜欢 女孩子说不喜欢就是喜欢 跟我还不能说实话吗 再说了 出来夜会送女朋友礼物 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你能不能不要替女朋友撒个字啊 对 二姐 我们这是假的 你可以再大声一点 嗯 小橘 走快点啊 来了 走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走 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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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才有个人家把指数装了 你还记得 以前我给程狼取的外号吗 程狼 程狼喜欢这个 傻狗 大白 不是傻狗 记得啊 大白嘛 跟他长一模一样 怎么啦 怎么了 感觉 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 是啊 确实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但是人嘛 你总得往前看 没有谁是非谁不可的 小菊你也是 你要试着去接受别人 十一他我觉得 我知道我应该去接受别人 谁都可以 但大脱不行 为什么他不行啊 他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今天他给我买这个狗的时候 我抱在怀里 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嘛 你有罪恶感 你觉得心里不舒服 我心里对他们三个都有罪恶感 他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却利用了大脱 演戏来骗程狼和林佑 我 我 反正 我不能继续再跟大脱 假扮情侣了 你觉得我会和你一起在林佑面前上演一场分手大戏吗 你就帮我这一次吧好不好 不行 算我求你了 我这段时间 感觉自己就是个骗子一样 骗的还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我真的演不下去了 那我们就假戏真做 这样你就不会觉得在骗人了 好 陆十一 我在很认真的跟你商量 我也很认真啊 随便你 反正我现在就要去跟林佑说清楚 好啊 那我和你一起去告诉林佑 所以还有就是成了 说就说 我现在就去 走啊 怎么停下来呢 计算机就是在那边呢 你无赖 嗯 你骂吧 这件事情上我是挺无赖的 哎 怎么还走了呢 哎 你走那么快干嘛 我还有话没跟你说完呢 昨天约会表现得怎么样啊 不怎么样 一点都不浪漫还很烦 那你想要什么样的浪漫呢 哎 我看人家别的情侣 约会都去电影院 那咱们两个作为情侣 都还没去过呢 要不你今天陪我去看电影呗 你觉得我会跟你一起去电影院吗 会啊 休想 你今天不想去呢 那我们就明天 那我们就明天 我以后每天买两张电影票 总有一天你会想看的 你钱多花不完是不是 哎呀 没有 饭都吃不及了 饿死了都 哎呀 不过没关系 我女朋友就重要了 好啊 看电影是不是 去就去 我要看电影 一张午夜场最恐怖的那种 行 你说的 说话算话 我待会儿就去买 怎么都是这么血腥的片子 哎 你好 今天午夜场只有这一部片吗 是的 只有这一场 啊 谢谢 来两张 哎 对了 再帮我来一份情侣套餐 好的 请稍等 哎 晓菱 你这本书借我看一下呗 真有眼光 这本超好看的 桂晓菱 你这大学四年 也算是读书破万卷了吧 没有赞没有赞 我只是精神世界比较充实而已 哎呦 拉倒吧你 哎 你不是约了十一 去看午夜场电影吗 你怎么还在这儿 要看他一个人去看 反正我是不会去的 路十一的晕血症治好了呀 这周的午夜场拍片 都是超级恐怖 超级血腥的 它不会 复发吧 这周的电影 很血腥吗 超级血腥 我刚跟我老乡去看 他都吓吐了 出去一趟 哎 哎 你去哪儿啊 哎 小姐等一下 请不请你的票呢 你好 我是来找人的 你想找谁 我 我找我男朋友 他有一米八多的个子 中分头 然后还穿着蓝白色的运动衣 就 长得 他 长得挺帅的 不好意思 我没见过这个人 九九您让我进去找一找吧 对不起 我帮不了你 请你出去 请你出去小姐 你不让我进去 我就酷给你看啊 小雨 大头啊 你 你今天怎么没迟到啊 我买的票 还有五分钟才开场呢 还好你没进去 你听我说啊 咱们别看了 咱们走吧 不是不是 走什么呀 不是 我云险症已经好了 走吧 电影马上开始了 别看了走吧 我告诉你 今天我们两个人包场 电影院室又会两个人 做回事本来都买好了 做回事本来都买好了 怎么啦 我就是担心你 你 你现在看这种电影 没有问题了吧 还行吧 大头 要不咱们别看了吧 你别看着看着 晕血症又犯了 我到时候可没有办法 应该没事吧 确定 你看我现在 这不挺好的吗 快看快看快看 天啊 天啊 大头 你确定没事吗 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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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不来看不来的 天啊 太沉了吧 大头 小小姐 小小姐 吓到了吧 我那么担心你 你还装运骗我 我 你很在意我 你是我兄弟 我当然在意你啊 谁晕血症犯了 换作是谁都会在意的吧 你还笑 我白担心你 我知道错了 对不起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拿这种事情开玩笑了 哎呀 来都来了 把电影看完再走吧 坐 对不起 我给你赔罪 都是我的 全是你的 这个也是你的 我不吃不喝 怎么样 那你就一直举着吧 好 没问题 真好喝 我知道勉强你不对 但是现在让我放手 我真的做不到 快早饭点了 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我下午还有一个团呢 就先不吃饭了 我可能得先走了 你这样不行啊 不吃饭怎么可以 你已经好几次没吃东西了 小心胃会不舒服 哎呀 放心吧 我健康着呢 行 哎 夏小菊 夏小菊 给 你最爱吃的红烧肉和大排 呦 你这么贴心哪 拿着 给我们小菊送饭了 哎呀 他每次出去带团都没时间吃饭 根本就来不及 没办法 只能我去给他送了 谁让我是他男朋友的 来 倒客 快 那我系里一会儿还有事 我先走了啊 等你晚上下班我回来接你 你不是还有客吗 哪有时间接我呀 哎呀 我怎么忘了今天这事了 那我自己打车回来 你不用来接我 那行吧 那你回来注意安全啊 记得吃饭 你抽空给我打个电话 我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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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谁能相信你们俩是假情侣啊 怎么了 十一呢 平时爱谁谁的一个人 会特地给你送饭 还那么细心地关心你 你呢 平时大大咧咧 连自己课都记不住的人 居然会记得医学系的课表 要是说你们俩心里没有对方 我可不信 我那是因为 他老拉着我上课 我才记得的 别解释了 解释就是掩饰 要不你俩干脆真的在一起算了 我们俩怎么能真的在一起呢 我们俩是朋友 是吗 我怎么觉得十一当真的呢 而且陷得还挺深的 你不也陷进去了吗 你其实不只把十一当朋友吧 走了走了 话真多呢 谢谢师傅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你怎么来了呀 你不是有课吗 课取消了 老师临时有事 挪到后天了 我给你打电话 你一直也不接 所以我就只能在这儿等你回来了 今天累坏了吧 带团 来 我带你去吃宵夜去 然后回宿舍好好休息一下 有什么想吃的吗 怎么了 大土 我们 到此为止吧 你要干吗 要我配合你演分手啊 夏菊 你知不知道 你平均多少天提一次分手啊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 我可就要告诉林佑 你可以去告诉林佑 CAL就是成老 我不怕 我说那些就是为了吓唬吓唬你 不然我找不到什么其他更好的理由 能让你答应继续和我在一起啊 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为什么突然觉得我们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吗 我不想再利用你了 你是担心我会入戏太深 怕我会受到伤害啊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难道你是怕自己会喜欢上我啊 有一个你 狂奔在高原里 另一个你 无声的叹息 没有人能够明白你 没有人能够明白你 快乐不透明 快乐不透明 痛哭不彻底 高兴你 一直不甘心这样放弃 很心疼你 很心疼你 倔强的眼睛 有些泪需要休息 有些泪需要休息 时光里 露面 纤杀的盐 那个隐善 都想要陪着你 到处去旅行 去找回忆路上 存在的意义 人声忽虑 让灵魂收仰相惜 勇敢地找到自己 啊 红色的 绿色的 默色的森林 啊 沉浸的 快乐的 没有的 自己 愿你 始终看得起 冲途里 那真实的 自己 去